夏至的至呢 它并不是到的意思 它是急的意思 是极致的意思 它就是我们在夏至是夏天的一个阳气 最旺盛最高峰的时候 所以我们终于有一句话讲做 夏至之后一阴深 因为这个时候是白天最长 晚上最短的时间 所以过了夏至之后 其实白天慢慢的开始缩短了 所以阴气开始慢慢的一个发生 那我们夏至的一个养生的重点呢 它就变成说要避免一些寒凉的状况 例如说我们要即时生冷 然后即冷水洗浴 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即夜沃滩凉 也是晚上的时候 可能尽量不要说冷气开得太冷啊 或是吃太多一些冰冷的食物 那我们夏天的话 其实它对应的话就是新 所以在养心的部分的话 很多苦味的食物 它其实是入心的 所以这时候你的养生的一个重点 你可以用像是苦瓜 或者是像是莲子心 这一类比较苦的一个食材 然后做成你平常的一个 不管是茶饮啊 或是如果是苦瓜的话 除了做凉拌或者是入菜 那其实也可以用蜂蜜苦瓜汁 来做一个平常的饮品 那我们还可以推荐一个在夏天的时候 还蛮适合的一个茶饮 叫做生麦饮 那生麦饮的话 如果是比较适合大众体质的话 会建议它的参是用党参 党参的话它比较不会有一些就是 过于寒凉或是过于上火的一个状况 然后大概用三前的党参 然后用曼门冬大概三前 我位子的话差不多一到两前 来做一个那个中药的茶饮的喷煮 那你准备的水量大约是在800cc左右 那这个茶饮它比较适合像是说 如果你夏天啊比较容易疲劳 或者说有些人可能会去外面比较容易中暑 就是冷热交替比较容易中暑 或是有些人夏天可能户外活动做的比较多 去登山啊想要预防高山症的人 其实都还蛮适合用生脉影做一个调养 如果喜欢早安健康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哦 还要记得去按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们的通知哦